你想不到的历史,博古其实对毛泽东极为尊敬,在中共高层人物谱系中,瑞金时期1931年到1934年的博古被定格于王明左,轻错误路线的副帅,总代理一贯排斥,打击正确路线,代表毛泽东的铁面木偶,在各色各样的文艺作品中,此时的博古更是被刻意涂抹成思想僵化,言语僵硬, 只会按照共产国际指令形式的人,成了被随意讥讽,嘲笑的反面典型,这实在是难以言说的悲哀,幸而有1933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共苏需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32期上的博古,达杨又林同志一文,让我们从中能够或多或少看到他的另一面杨又林,与杨又林来信达杨又林同志, 一文是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对杨又林来信的公开答复,写于1933年10月15日正题之下,有个副题,关于转变存在着革命形势,为胜利的大革命,集对赋农的策略问题,这个副题反映了杨信中的两个疑问,当然也概括了博古附信的主要内容,在无法接触杨信文本的情况下, 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杨又林和许人,他怎么会提笔给党的最高领导,写信提出质疑,杨又林的人生经历,跟博古的早期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 杨又林出生于1899年长,博古,八岁湖南乡乡人,又称杨又林,化名时赴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博古入党早一个月,1927年秋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比博古赴苏入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晚了一年1929年下,回国,被派去乡恶干边工作, 虽比博古早一年回国,却不似博古直分上海进入中枢工作,从1929年9月起,杨又林先后当选中共相恶干边第二,三届特委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为常委, 1930年7月底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一度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养任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1931年6月底,他担任中共相恶干省委委员,常委同年9月,又担任相恶干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被推定为常委, 军事部长1932年3,4月他被指犯有又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接连被撤销省委常委, 省苏维埃政府职委会常委,及军事部长职务,同年9月上旬杨又林奉命和中共相恶干省委前书记李宗白, 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兼军委书记邓前元等,移到前往瑞金,向中共苏绪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汇报相恶干省委情况, 并带去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的各种文件到瑞金后, 杨又林急因病而去闽西厅州福音医院治疗休养,没有参加苏绪中央局召集的汇报会, 此后他是一直在养病,还是另行分配了工作,尚不得而知在中央红军主力, 长征后他被留在了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不久被逮捕或应有就义,透过上述简历可知。 杨又林是个有相当理论和思想水平的人,对于自己不理解或不同意的观点, 应能向领导机关、领导人提出质疑,因为对博古1933年春,在红军学校做报告时, 说到的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胜利的大革命一段话不解, 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关于对待富农的策略的解释,不一致他产生了困惑, 便给博古写了这封信博古据实解释,对于杨又林来信博古甚为重视, 因为来信中所提的两个问题,极端重要一个是关于我们目前基本的总的路线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鉴于问题性质的严重,而且最后一个问题, 一些同志的解释亦不一致,但杨又林来信中,并没有告诉收信人一些同志是谁, 而且解释不一致是怎样的不一致,与差异在哪里,为正视听或大教育面, 他觉得在党报答复,写信者,更好一些,这就是博古公开复信的原因, 他的做法完全符合党规,符合党内自由讨论问题,通过讨论增进共识, 趋于一致的传统公开信,分两部分分别回答杨又林来信中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部分回答革命形式的存在与大革命,是否有分别的问题? 在博古看来,杨又林来信中的提法,十分奇特,因为将存在着的革命形式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 这是共产国际与我们党提在选党面前战斗的总任务,显然革命形式与大革命是有分别的, 那么杨又林来信中,为何有这个提法呢? 博古设问,也许杨对于这个总的路线有多少不同意,或者杨认为两者是一个东西, 因之将革命形式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是一句无机空谈而杨提出问题的动机, 或许是针对他当年春天在红军学校的一段讲话, 博古是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所做政治报告的最后一段说到这段话的, 这最后一段以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为题发表在斗争, 第三期上博古在报告中说,在中国正当着革命形式,已经存在着的时候, 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条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 来把革命形式迅速递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 在全中国的胜利,即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总的进攻路线,包括着苏区与非苏区的党, 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 在政治和经济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 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 为着前中国的苏维埃形式之下的功农民主专政而斗争, 这些绩子,未免欧化, 类一些但仍然清楚表明革命形式与大革命式, 有分别的公开信坦言, 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 而仅仅是列宁与共产国际指示的一种复数, 接着公开信引用了列宁的几段话, 反复论证两者的区别, 并且指出根据列宁的共产国际的立场, 我们党明显地提出, 争取中国的苏维埃道路, 反对殖民币的道路这个问题, 特别在最近关于粉碎, 五次围剿的决议中题的明显而尖锐, 至此公开信认为, 杨又林应该明明白白自己问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争取独立自由, 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难道这不就是把目前存在着的革命形式, 变为胜利的大革命吗? 公开信的第二部分说的是, 米夫同志做的文章, 对富农的策略, 是准许他可以买卖租电及雇佣劳动, 这与当前我们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地方的问题, 博古以对照的手法, 把米夫文章中的观点, 和中共的相关主张, 即做法依对照, 说明两者对富农的策略, 并无二致米夫, 曾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共产国际执委会员东局书记主管中国事务, 他的那篇文章, 发表在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上, 题为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 该文一文则连载于斗争, 1933年第22期8月15日, 第23期8月22日涉及对富农的策略问题, 公开信举出下述举处不迫切需要的地方共产党提议禁止屡次分配, 土地这个新政策应当使土地分配, 成为固定的, 使农民能更努力耕种它的土地。 中共中央局在8月3日的茶田运动决议中 只能没收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人们的财产, 其他一切忠实分子可以自由在市场上, 交换他们的生产品, 对此博古公开信解释说, 所谓无区别的完全没收富农的财产, 就是说消灭富农, 这当然是很明显的, 中共在上述决议中指出, 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 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 绝不能允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 当然我们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 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 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分地党心的指示指出, 不应当禁止小康的农民购买与出租土地, 及雇佣工人, 为要发展生产必须允许出租与购买土地雇佣工人, 自然地方苏维埃, 要监督这些行动才不会是以前的封建关系, 和剥削复活公开信指出, 关于土地的出租和买卖问题, 从第一次苏维埃大会通, 过的出租法以后, 我们没任何新的限制与增加, 因为那里已经明白确切地指出, 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苏维埃政府, 同时, 应严禁富农的投机与地主买回原地, 关于雇佣工人那就更明白党和苏维埃从没有禁止过富农雇佣工人, 以上所列种种足以证明米夫文章中, 对富农的策略, 与中共对富农的策略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博古还有更深远的忧虑, 这就是实际工作中, 对富农的过火政策, 将损害与中农的联盟问题, 因为许多党的地方工作人员, 没有深刻了解党和苏维埃最近的指示, 所以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 包括把富农当地主打倒, 对反动富农的判断, 为估计到他在反革命组织中的地位重要与否, 以及他在革命以后是否遵守苏维埃法律, 而只看他在革命前参加反革命组织, 就都当作反动富农没收, 对这类错误倾向党, 正做着残酷的斗争, 予以纠正, 这即为中央局的茶田运动, 第二次决议所明确, 也同时在党报上更加通俗与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博谷想通过上述途径引起全党警觉, 防止和纠正赋农问题上的各种做, 轻错误同时进一步消除杨又林, 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疑虑和困惑, 透过公开信, 我们能看到什么博谷的这封公开信不过四千来字, 却能让我们了解到, 不少与习以为常的说法不一, 那的事情, 原委看到博谷难得一见的另一面博谷, 在瑞金时期的理论、政见、 做法以致语言, 的确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影响很深, 但后者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主张, 都不对给予中共的指导都错了, 仅就公开信涉及的两个问题, 尤其是对富农的策略, 应当说没有错, 跟毛泽东的主张, 一无二致长期以来批判博谷, 博谷中央推行的进攻路线, 即国际路线其表现, 就是不顾客观条件, 一味强调进攻否认必要的防御, 退却并是后者为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斥责, 其实质则是左倾冒险主义, 于是毛泽东及其拥护者, 常常成为进攻路线的把格和受害者, 看了博谷公开信, 所转述的对进攻路线的解释, 才知道上述论说大谬不然博谷, 博谷中央推行进攻路线, 的本意是提醒和要求全党, 要时刻注意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 组织群众, 准备群众, 领导群众, 在政治和经济的斗争中间, 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 带领他们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过去总说博谷, 有意排斥, 打击毛泽东反对毛的正确主张, 但事实并非如此, 公开信里的一个不经意的扩住, 就告诉我们一个剩余雄辩的事实博谷, 不仅不排斥毛泽东, 而且极尊重毛泽东, 把毛的署名文章是同党的文件, 党的声音, 发表在斗争第二, 四期上的茶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是毛泽东的署名文章, 但他的公开发表, 显然得到中共中央局的批准, 因为其中涉及党的土地革命策略路线涉及对茶田形势的估量, 以及今后工作的安排等重大问题, 把这篇文章和中央局, 关于茶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 等同看待并且与同一时间在党报上, 发表以更加通俗与详细的解释, 对富农的策略问题, 这足以说明事实的本相中央, 既然让毛主持茶田工作, 就给了他充分的发言权, 主导权, 他主持召开几次茶田运动大会, 并做重要报告, 结论是一例, 他起草的怎样非新农村阶级的文件, 主持制定的,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由中央以命令形式同时公布, 又是一例在说和博古的这封公开信同期发表的, 还有毛泽东的茶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一文, 而且毛文编排在博文之前, 众所周知, 斗争是中共苏需中央局的机关报, 理论刊物, 其政治性不言而喻, 但博古, 博古中央能让毛泽东的署名文章, 不时以重点文章面目, 刊发于其上这是有案可查的, 假如博古, 博古中央存心排斥, 打击毛泽东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即使公开发表毛文, 恐怕也是将它作为反面教材, 加上重重的编者案, 处理博古其实是一个光明磊落, 宽容大度, 平等待人, 虚怀, 弱古的正人君子, 他既坚持原则, 又勇于承认错误和不足, 并予以改正, 只是由于他太年轻, 当时只有二十多岁, 缺乏对国情的深入了解, 缺乏实际斗争经验, 又用于高度自觉的组织, 纪律的约束, 及政治责任的担当, 他才出现种种误判误刑, 在公开信里, 博古不阴阳又临来信的种种不当, 不禁如用简单的体会是疑问的方法, 提出问题又不公开直接的说出自己的意见, 说博古文章里的文句太欧化, 让人费解而恼怒, 怨恨, 他依然凭心尽气的和对方进行同志式的讨论, 且不忘实实设想对方的看法, 以扩展讨论在信的最后博古, 还诚恳的对杨又临说, 对于这个回答, 如果你觉得是不能满意, 那么请你直接的说明你的意见, 而不必再提出一些外交式的疑问, 因为这样对于我们的讨论要更好一点, 这表明博古还准备和杨又临做进一步的讨论, 直到他弄明白问题, 消除心中的困惑为止, 这就是博古, 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的座态。 请不吝点赞 讯带 讯币 许... 感谢观看